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一小步 是人类的一大步 但随着最后一位登陆太空人再难辞世 我们又变回仰望月亮的人 不过登月的梦想没有停息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顾登月的历史吧 时间回到1961年 美国总统约翰·甘奈迪提出阿波罗计划 目标在1960年代结束前将太空人安全送上月球 但计划一开始并不顺利 阿波罗一号火灾事故导致三名太空人丧生 经过NASA从阿波罗7号到10号的多次载人任务 和模拟登月操作册时候 终于在1969年由阿波罗11号成功载着阿姆斯状和艾德林 登上月球表面 太空竞赛结束后 苏联探月计划月球24号也登陆月球 并带回土壤采样 之后除了无人探测器 再也没有人类登上月球表面 例如中国的嫦娥三号与嫦娥四号 分别在2013年软着陆月球表面 以及2019年登陆月球背面 日本的智慧型月球探测器 也在2024年1月顺利登陆月球 虽然无人探测器持续送上月球 但世界对太空探索的企图心可不止于此 太空人类成功返月 仍是最受瞩目的太空目标 目前美国与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 再次载人登上月球表面 美国为此提出阿提米斯登月计划 目的要在月球南极附近 让太空人着陆 为后续探工任务打好基础 直至2024年10月 已累积47个国家 参与阿提米斯登月计划 高光欧洲太空总署 加拿大太空总署 日本宇宙航空开发研究机构 英国太空总署等 计划中的18名太空人中 有一人是来自台湾的林奇尔 当全世界都在积极探阅时 台湾也不落人后 国家太空中心第三期长期计划的 外太空探索与科学创新计划 以绕月轮目标 与其他太空先进国一致 另外 国立中央大学推动首次国际登月计划 与日本民间公司iSpace 攜手合作 共同研发深太空辐射探测仪 预计最快2024年12月中旬发射 随着日本的Hakuto R Mission to Resolience 号登月小艇登上月球 过去团队大多以低轨卫星计划为主 就会首度打造深太空的科学抽载 此次任务目的是测量地球至月球 月球表面的辐射计量 未来可供电子或太空产品设计参考 期待本次任务 能让台湾在登月历史上留下一笔亮眼的记录 就让我们持续关注未来的探月行动 为人类探索太空的进程 开启新的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